今天的主要的演講者 莊弘輝 莊老師 還有各位會聽 各位同學 各位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台大的副校長 我之前在幹的工作是教務長 在之前幹的工作是教學發展中心的學習助理組長 為什麼要講這個呢 剛好後半段的歷程大概跟莊弘輝老師很相近 莊老師等一下他會介紹他的一些過去的歷程 我就不講那些 我講一些大家不曉得的 我在當學生的時候修一門課 叫做酵素動力學 還是酵素化學 主壽老師是莊老師 就是莊弘輝 那時候他也很年輕 現在也看起來很年輕 那莊老師他一直心態也都非常非常年輕 而且他是一個踢足球的人 那有什麼重要性呢 我講第一個故事 講故事之前我先歡迎大家來參加通知論 這個是台灣大學最高級的 因為被請到的演講者都是學友專精 而且在他的過去的歷程裡面 對於台灣的教育或對於世界的科學 或是對於人才的朋友非常卓越的貢獻 那我們在考量這個講者的時候 大概從這幾個方向著手了 例如說之前有我們黃、榮譽博士、黃春瑩、黃老師來演講 也是講我們的學士歷程 那個在之前我們也請到了像這個陳建仁、陳副 那時候是副總統下來 那他之前是我們工會學院院長 所以也是就是有非常接觸的貢獻 那莊弘輝老師當然是 等一下你聽他演講就知道 所以我講一些大家不知道的故事 因為他這個他不會講 三十多年前那時候修他課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用的這個編輯器叫做PE2 PE2是一個很簡單只能寫幾行字的這樣的編輯器 但是呢 莊老師竟然可以用那樣的設置電腦 我們那時候還不是很 那時候寫的國科會企劃還是用手寫的 你就知道說這個有什麼差別 給你一點點Perspective 歷史的Perspective 因為莊老師那時候在給我們的講義 印給我們的講義 上面是用電腦打字 然後裡面還加能工畫圖 他畫了蛋白質的結構 好像是那個這個非常精明 這個氨基酸就是氨基酸 那個蛋白質的這個3TB的結構 enzyme activity side 那個怎麼樣的架構 我當學生都覺得說這個老師 簡直是讓我佩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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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不行 因為其實要叫我花時間去 我們算你比較年輕嗎 那時候啦 三十幾年前我還算年輕 應該學這個應該容易一點吧 但是不是喔 老師自己用這樣的方式來學講義 他講義除了精美之外 你現在還可以去網路上看 他的網頁上面 還有很多講義啊 連結啊 作業啊等等等等之類的 你去看 他的風格大概那時候就這樣子 當然不是說你一直沒有長進化 他已經進化了很多層次了 但是那個時候就已經是超過時代 超越時代 我們那時候還用倚天 倚天在打字的時代 他已經可以弄出這麼精美的獎勵 讓我們覺得說 學生來學習的時候都覺得說 這次真的有台大的水準 那莊老師是我們台大畢業的博士 應該是農化的博士 然後他以前是藥學的藥技師喔 所以他可以賣藥的 他自己有的 聽說啦 之前常常跟我 我跟他一起工作好多年 常常跟他講說 那給自己開藥給自己 自己就是抓藥 先進去抓藥 自己是抓藥 自己是藥局買藥 那第二件事情我想講的其實是 我在教學辦中心工作了六年 那那時候剛好前面三四年 是跟莊老師一起當處長 後來他當主任 當代理者 我們一起努力的跟他在台大 建立了很好的在教育學 教師的這個教學能力的促進 然後或者是學生在學習方面的一些協助 那老師的想法 莊老師的想法 就一樣是超越時代 他常常教我們一句話 就說其實有些時候 我們的長官們常常講一些話 都是想講講而已 然後但是他說我們就要把話聽進去 我們要把假戲真做 等一下 那就我就不講 假戲真做我就不講 但是呢 跟著他一起就把台大的這個教育學 這一部分做了好多的工作 那我覺得老師一直在想像的是說 怎麼樣服務更多的人 所以他不僅僅是做台大的 他也包含做北俄區 把這個北部的幾個大學需要服務的人 都做很好的服務 然後他等一下會講這一部分 我就不講 那再來呢 他當教務長的時候 那我們都是他的首相 然後幫他為他工作 那也都做得很高興 然後因為他的領導 讓我們知道說 其實一個人被品質的要求 他當教法中間是 不教我什麼時候 今天要頒獎 如果今天是這個協助助教的頒獎 你如果現在有得過協助助教的 你再去看你的頒獎典禮 然後你努力的去看一下 莊老師大哥在頒獎典禮的樣貌 要貌是什麼 他連上台要走幾步路 從哪裡上台 在哪裡頒獎 給獎裝 下來要走幾步路 走出去 然後最後呢 大家站起來要走出去的時候 那個炮仗義爆炸的時候 滿天繽紛的彩帶告訴你說 我真的是一個對這個學校 對人才便宜有貢獻 走出去的時候 要繼續為學校努力 覺得非常非常有榮譽的 這是他對工作品質的要求 我佩服他現在 其實後來他到台科大學當副校長 今天教會長 他也把TDRC 這個他等一下會講 這我知道他等一下會講 他也把我們台大一直帶在身邊 跟他一起努力做台灣的這個通識教育 所以他除了得了兩次的這個 教學傑出獎之外 那這個是台灣大學最高的榮譽 教學傑出獎兩次 那他另外呢 也得到我們這個通識教育的這個 應該是講座還是 結通獎 結通獎 結出通識講座 那其實是非常非常不榮譽 全國沒有幾個人得 那他因為他是 其實因為他是通識 通識協會的理事長 兩屆 退下來以後又當榮譽理事長 所以 重點是 不是說他必然這樣就會得獎 重點是他真的貢獻非常之多 他對於台灣不僅僅是台灣大學 是台灣整體的這個通識教育的 這個推動不予於利 那我可以從他過去 在課堂上的這個我們的講義 看到他對於藝術美學的涵養 那我們再講一個故事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記得講這個 我們那個新進教師也許贏 那個辦了三天 教老師怎麼樣做好教學等等等等 辦了好多的活動 然後當老師要走的時候 最後一個活動他就自己去做了 一個review的slide 把所有重要的活動弄完之後 還加上配樂 那時候我們自己 人家做影片都不會了 他的影片裡面還有配樂 所以我開始懷疑 你到底是不是地球人 他的很多的想法跟做法 都超越我們的時代好多年 那我們都一直跟在他的後面學習 如果有機會去看一下 我們的教學辦案中心 現在教學辦案中心的設置 還是他十幾年前的設置 他把它設計好之後 我們就一直沿用沿用沿用至今 到現在為止 看起來還是非常非常的超越時代 所以其實我今天真的是特別高興 好高興 所以浪費多一點時間跟大家介紹 大家可能等一下會聽到一些 那有一些大家可能不知道 那因為我覺得當他的學生 我自己感到予有榮焉 有這樣的老師 我覺得替他感到非常的榮耀 而且今天能夠邀請到他 來跟大家分享 我特別特別特別感動 也特別高興說 老師其實有好多他的學生 下面很多暗裝是他以前的學生 所以我們是樂立掌聲歡迎 莊龍議員 謝謝顛呼校長 阿爸講得好像古人一樣 真的今天真的是蠻高興的 因為我已經好久沒來台大了 那麼我退休差不多是一年多 一年多 那麼今天真的看到很多老師 很多同學 老朋友 真的是很高興 而且覺得怎麼 怎麼退休那麼久了 等一下我會跟大家報告 那剛剛那個丁老師 丁護相所講的全部是真的 前面那些故事都是真的 那麼我退休這一年來 其實想很多 對了 我先講一下 我退休一年來沒有過渡期 就是很愉快的就退休了 那麼就會開始想一些事情 就是假如丁護校長 剛剛所講的那些事情是真的 那我為什麼會這樣 我為什麼是這樣 假如那是真的 所以今天來跟大家報告的是 這個題目叫做漫遊辦事記 那麼這個漫遊辦事記 是講我在台大跟後來在台科大 我這輩子就就職兩個地方 台大是將近四十年 然後台科大三年 然後就從台科大退休 開始去回想一下 我到底我這輩子到底要幹什麼 然後為什麼會變成丁護校長口中的那種怪人 或古人或者是那種的角色 所以我今天希望能夠跟大家介紹一下我的story 那麼這個story呢 我後來感覺到 我想各位同學或各位老師大概也是一樣 其實你可以發覺 你今天所有會你今天的現在的你 其實是從你的十年前 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 七十年前 累積下來的 所以每個人story都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今天所講的這些東西呢 講義都可以下載 那剛剛那個 副校長所說的我的講義 我一個網頁其實很好找 你只要打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至少要記得 那我的名字打一下 大概都可以在第一個地方找到 那麼你很容易可以 其實我有一個習慣就是 盡量做到人家很自然的 落入你的陷阱 落入你想要induce的 讓學生很自然的落入你想讓他學的 所以感謝有四位同學特別先提問了 有一位同學說他不喜歡生物學 但是要學生物化學怎麼辦 對了 感謝那四位同學 我等一下盡量會在我的talk裡面 適當的時間插進去 那這個先回答的我在想就是 老師可能沒有讓沒有把你引誘到 引誘到你喜歡的東西 所以不是你的錯 不是你的錯 那你要想辦法讓你自己 假如你可以逃你就趕快逃 轉系轉學轉國轉星球都可以 假如轉不掉 你就好好的經驗生物學 那麼另外一點就是 版權說明 因為我在教主幹那麼久 其實很麻煩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老師上課有很多東西 用了太多版權的東西 那我事實上是有仔細研究過 所以我在這邊要聲明說 我上面所用的人家的東西 我沒有盈利的意圖 那麼我純粹是用來展示 而且大部分都有citation 好 所以我們就趕快開始 所以我等於今天晚上是來算我 四十年來五十年來的總賬 也就是說為什麼我今天會變成這樣 當然啦 這樣是好的壞的 就完全看妳自己 那麼這半世紀來 我事實上都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其實三件事情 就是教學研究與服務 這是我四十年來跟台大一生的約定 後來三年是跟台科大的約定 每個老師都是教學研究服務 對啦 現在有所謂的專案教授 他可能只注重教學研究 或者甚至服務 我不反對 那個非常好 那麼怎麼辦 教學研究服務 老實講 每一樣都是足以讓一個人 一天到晚再做 譬如說教學研究 那一個老師要做這三件事情怎麼辦呢 我記得有一次我在台大醫學院 那時候教務長報告說 各位要怎麼樣在學校裡面服務 教學研究服務都要做 那講完了之後 那個就一位醫師就舉手 我看他穿白袍 而且是長袍那一種 長袍就表示他是自身醫師 我說太好了 那這位醫師不曉得呼吸 心跳 代謝哪一個重要 當然是三個都重要 我能不能把呼吸先呼好 前三分之一 先趕快呼吸 其他心跳 政治表 你每天都在做呼吸 心跳跟代謝 當然還有其他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呢 其實呢 教學研究跟服務是維持 沒有 呼吸 心跳代謝 是維持生命必須同時進行的行為 教學研究服務呢 是一個一個所謂的faculty 或者是一個所謂的想要當學者的人的一個 必須同時進行的 所以老實講 我幾乎就是抱著這樣子來做那個 來過這輩子 那有位蔡同學有問說 那你怎麼兼顧你的健康那個 好問題 那要講那個的話 各位明天有沒有空 那要再花一個時間講 不過簡單的那個結論是 你要做好非常好的時間管理跟情緒管理 我不敢講說我的情緒管理非常好 但是 各位不要以為我在這邊 好像 講話 幽默啊 那個 錯了 我是非常shy的 我非常害羞的一個人 我從來不曉得 我為什麼能夠當老師 還可以當教長 還可以當副校長 為什麼 因為做這種工作都要上去講 其實是 有管理方式的 好 那麼 前面我可能會稍微 引日 所以稍微花一點時間 但是我今天準備有點多 所以我盡量能夠在規定的時間裡面結束 那麼老實講 在這四十年來或五十年來 我真的是非常感激台灣大學給我 這麼精彩的一個大舞台 這個舞台呢 不但讓我自己成長 讓我克服shy 克服很多我自己的 而且呢 可以造就老師們 同學們 還有同僚們 那還有很多 我們一起合作的 我今天有兩位 我們以前做病毒啦 還有做那個sensor啦 我真的是 非常非常感激 非常非常感激 好 時間不多 我就趕緊跟大家 講今天的主題 其實我就是要回顧所來進 到底我這輩子 為什麼會變成今天的這個地步 看一下 這地步當然是加 加引號 我有三個chapter 第一個chapter其實就是 海報上面的chapter叫 《奇力與夢幻》 這是我差不多二十二歲大學畢業之前 從小到大 這一段影響太大了 各位現在大概都已經二三十歲 我說年輕的同學們 你也許可以開始review你的過去 你現在假如不理會沒有關係 聽說每個人都在 最後有一個刹那 都會review你的一生的 老實講 我蠻相信這一件事情 因為那跟細胞 神經細胞其實有點關係 所以在我review我的二十二歲以前 我發現影響太大了 它幾乎會影響我後來的二跟三 一二三 幾乎會影響後面的二跟三 那假如要用簡單五個字來描述 那時候的生活呢 我就覺得哇 奇力 非常非常奇力 像夢幻一樣 色彩繽紛 那麼我非常幸運 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我奔到非常棒的老師 我到現在還 老實講我都快哭了 因為他剛過世 那麼我在一些很棒的中學大學 有一座學校呢 我在那個學校 我在那個高中裡面呢 我成就了我一生的人生的文藝復興 我覺得每個人 一生都要一次文藝復興 什麼叫文藝復興呢 就是人本 開始拋棄神權 知道自己要幹什麼 人要幹什麼 歐洲的文藝復興的那種精神 所以為什麼要上通識 我是學生命科學的 但是我覺得通識課的很多事情 其實是更重要 那麼在這個奇力跟夢幻之中 從此就過了幸無快的日子 NO 我會有非常多的挫敗 等一下其實我會先換一部影片 我常常在想 我要是不是當老師 我應該是去當導演 電影導演 我說真的 這不是開玩笑 這是真的 我都認為就是說 其實老師跟導演其實也沒差多少 沒差多少 有很多挫敗 但是他激起了 所以我就用十分鐘的 把它整理成十分鐘 然後先交代過 然後再來跟大家稍微說明一下 最後我覺得通識交易 各位好像在大學才上通識課 對不對 我後來還行一下 我從五六歲開始認智的時候 其實就開始上通識教育 我通識教育的課堂在哪裡呢 在漫畫書店 到中學的時候又繼續上通識課 課堂在哪裡呢 在電影院 影響太重要了 那麼到了 再來的從三四五五十 差不多四五十歲的時候 老實講 教學跟研究都很重要 那我今天就暫時不講研究 因為研究其實是另外一大塊 而且今天講的可能 各位不見得那麼有興趣 但是教學各位都一定會覺得很重要 老師怎麼樣去啟發學生 然後呢這個老師啟發學生其實蠻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會影響這些學生 這些學生會再去影響其他的學生 那麼教育其實有它更深層的意義 我可以跟大家報告 那麼很重要的就是 你要讓學生覺得 包括你自己 每一個人都有一片天 那麼把握人生很多事情 那等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麼再來其實就最近的事情呢 退休之後呢 那些 剛才那個 副相所講的 那些事情全部一下子全部沒有了 我本來以為我會很難適應 沒想到很快就適應了 我開始在想就是 人生的自由到底是什麼 開始想到 的確人生有它自由 我體會到人生的自由 我不曉得有沒有別人講過 我認為人生有四種自由 假如各位知道別人有同樣 那當然這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然後呢在這個期間內 剛好又碰上那個 新冠流行 我重新認識了台灣 然後也更明白了 通識教育 專業教育很重要 像我自己也蠻enjoy 我自己的生命科學 生物化學 蛋白質這些東西 剛剛都不像他所講的 我自己去畫那些東西都是真的 為什麼 因為我樂在其中 所以剛才那位同學說不喜歡生物學 那我覺得真的是大問題 為什麼 你要是沒辦法樂在其中念生物學 你怎麼可能會有 會有那些狂熱去畫那些東西 去把它弄得很好呢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所以現在要是有同學來找我 已經畢業很久了 我第一件事情就問他 你現在過得開心嗎 過得開心最重要 當然不是欺大麻 或者是去打賭博 不是那個 好 然後最後我希望能夠 跟大家講 這就是 This is my way 我想假如年紀夠了 各位大家都知道那是一條歌 叫做買胃 那麼雖然這樣跌跌撞撞 過了七十年 但是我覺得 到最後我覺得海闊天空的 為什麼 因為現在住在淡水的十九樓 真的是海闊天空 那麼很重要 我會在那邊失守到最後一刻 那今天就是來跟大家分享這些事情 那我的那個slide呢 1的部分有23張 2的部分有27張 3的部分有14張 最後還有一個8總結 那總共有75張實在是太多了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講 可能也是最後一次講 那麼那個 所以沒辦法履合手 所以我就盡量 因為我們今天可能理論上到8點半 哇 已經過了一些 已經過了35張了 我會盡快把它講完 那我們就開始 那麼首先我們就進入那個 第一個部分 就是奇力夢幻 那我剛剛講就是 我等一下會有十分鐘的短片 那等一下短片就是 等一下還沒 那麼那個 我先結論一下就是 在這一段期間我非常幸運 我的父親 我的老師 還有我的同學們 我告訴你 各位同學 你現在一定要把握你住 你現在的那個父母親 因為現在你們的父母親都還很活潑 對不對 年紀都還不是很大 等到我們這時候的父母親 都已經垂垂老爺 你那時候大概只能照顧 所以現在是你們最好玩的時候 那麼老師 老師通常是對你沒有任何的厲害關係 什麼其他關係的 我大概要是沒有初中那幾位老師 我大概今天不會在台大教書 我也不可能對教學花這麼多力氣 也就是說他們影響我 影響非常非常大 最重要是同學 你一定要找到好的同學 那麼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漫畫 電影還有故事 幾乎充滿了我整個22歲以前 當然現在還是 所以是我從同年到大學的起立夢 夢幻歷程 那麼很重要的就是 其實是我求學 在那個22歲以前的一個生涯的歷志故事 為什麼要叫歷志故事 等一下各位就知道了 那麼等一下稍微請大家注意一下 影片中的角色跟歌詞 歌詞 歌詞 我都有把它 是英語英文歌詞 我都有把它用subtitle 放在下面 各位注意一下 為什麼呢 到現在 那些歌詞 還繞 繞樑在我的耳記 在我的腦中 甚至夢中 那麼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好 那我們就先看一下 完全是我的角度 我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那是我的角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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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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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手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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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